中華館一百十年主親人長表揚華東 十五號地回到鄉全國聯興飯店起鄉 隆重的一百六十四位 何不妮子三五十年以上的主親人長 在六表揚 中華館長王輝比出席班長 對主親人長的烈心共憲 表達感謝得很好 一百六十四位人長以以重臺 這些全部都是何不妮子三五十年以上的主親人長 官長表示 今天所表揚的人長 不然是有愛鄉愛佬的前懷 又開始長期以來 在地圖經常點的共憲 長達五十年以後 沒有救火薄的中價 這種何不向你的前線 想當年年人來學習 也是說無人的開幕 有一群默默在付出的 就是我們的人長伯子 人長伯子 如果單單靠我們一個川立 新住人的川立 再一個李幹事 很多坎坷 事實上不然人長伯子 人長伯子 到三個同時做不起來 但是我們在公的部分就只能讓人長伯子 他們只能補助一年一次的祝福多年 那管政府為了感謝主親的人長伯子 我們也特別是 真對五十年醫生來做相關的標榮 我們五十年醫生的中伯子 中所理有164位 今天出席有八十八位 那其中七十年醫生的人長伯子 也有四位 所以說實在真的不簡單 我們可以說他一生都是在做我們的公營 要替我們的公園 那在這裡再次感謝所有人長伯子 希望借到這次的標榮 鼓勵更多人發揮我為人人 人人為我的活不堅信 做會為這個土地打拼 希望中華觀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 更讓市場的更加完善 並且帶給民眾最幸福的感動 新中華媳婦蔡仁謙回答 蔡宏伯德